您好可以介绍一下这个Folio这款产品 Folio是联想开发的一款楼性平板 它在展开的时候是一个7.8寸的平板 然后呢它我们联想的楼性技术 然后它可以弯折 折完以后呢你可以看到它这是一个 5.5寸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手机 它具有手机的全部功能 然后它这个其实除了手机以外呢 你会看到它还有一些特殊的功能 比如它相机是双面的 这样也拍到的时候就能看见自己在里头的角度 这边就相机的这一头是 一模一样的 就是我给你拍照 然后你能看到你在里头是啥一样 我也看到 然后你可以给我一些建议说 您可以再点一下相机我看一下 可以这样 哦这边可以拍一下 你过来就没有了 你过来就是那个 好吧 看到是完全一样的 谢谢 那它这个可弯趋势 然后这个的话转开的话 其实还会它会自己变成了一个平板 平板模式 其实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现在这个弯过来的话 其实它会这个弯折半径是有很高的要求的 它这个弯折半径可以最小达到4.2毫米 所以这款平板目前是安卓7.0是吧 目前是安卓7.0 它的电池和续航方面就是会有什么影响 因为它其实作为一块平板的话 它其实相对来手机来说它有很大的空间去做放电池 所以这一块平板是完全是需要担心的 OK 那它的芯片是 目前这个我们这一块用的是那个 骁龙800 骁龙800 对 你能在说微弯折一块看一看 成点的芯片 这样就这样就对吗 可以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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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